全英国有24位公爵 他是唯一一位技能驾驭上流社会的高层人士 又能打爆别人脑袋而不会忧心的人 这样的人才 英伦黑帮想方设法将他拉下水 而被卷入犯罪深渊的他 再也无法轻易脱身 接下来他只会越陷越深 无法自拔 故事紧接上一集 艾迪要求苏西的大麻基地在年底前搬出他的农场 为此他必须找一个接盘侠 眼前这座多赛特庄园建于1802年 当时由第四代巴星顿勋爵以3000英镑高价买下 而现在居住在这里的是第八代巴星顿勋爵 因为受不了钱来参观的游戈达尔 一顿暴脾气之后就去了天堂 苏西这边 不仅没有打算将大麻基地搬出庄园 为了提高生产率 还准备在庄园扩大运作规模 新的基地打算设在马厩的下面 艾迪不同意他的做法 而苏西却说 在他们同意搬出的前提下 他答应过帮他们赚更多的钱 所以在他提供新的商业计划之前 他只是加速运作而已 母亲不同意在马厩地下建大麻基地 因为他具有历史意义 艾迪却说 安妮 柏林拜访亨利八世时 并没有中途在那里换过马 在马厩建起来时 他已经死了300年 不管怎样 他不会同意苏西在庄园继续扩张的 母亲想跟苏西谈谈 但艾迪不希望他跟那些人扯上关系 因为眼前的弗雷迪就是个例子 接下来母子二人将去巴星顿勋爵的葬礼 艾迪对其棺材上的小窗户有些好奇 母亲告诉他 勋爵在遗珠里写好了 他想竖着埋起来 棺材露出地面 方便他一直可以看到他的庄园 听上去确实有些圣人 他儿子迈克斯曾是 弗雷迪杜伦大学表演戏的密友之一 看着他一头秀发 原来跟一家洗发水做过报告 父亲留给他的不仅有房产 更多的是债务和经济负担 而他也将成了艾迪的接盘侠目标 这时艾迪看见了罗珊 他提醒对方不要与史丹利走得太紧 他告诉艾迪 迈克斯人还可以 是一个苦苦挣扎的艺术家 急迫想等能被挖掘 父亲离世后 他像一只断了翅膀的小鸟 随后艾迪请他帮他介绍一下对方 迈克斯告诉艾迪 他正在为遗产税担忧 艾迪说他有些商业机遇或许可以帮到他 一番简单的介绍后 迈克斯爽快地答应了 不过在此之前 他有个名声问题需要他帮忙解决一下 接着让艾迪听了一段勒索人的录音 说其手里有一份文件 记录了他父亲一件不光彩的文物收购交易 如果不想文件被曝光引发丑闻 就必须支付对方五十万英镑 还在做明星梦的迈克斯接着说 他马上将成为好莱坞某个大片的角色 已经进行第二次施进 他不想因为这个毁掉他的大好前程 他相信以艾迪的人脉关系 应该可以处理好这件事 同时希望他拿到文件后不要去看他 让他永久不见天日 这也是对死去父亲的一种尊重 艾迪向他保证 不管文件里是什么 他不会让他被泄露 迈克斯还告诉他 只要把这件事办好了 哪怕他将这里变成烟雾弥漫的游乐园 他也不在乎 为了帮艾迪找场地 母亲沙拉也没闲着 杰夫建议他去找一下隔壁农场的罗克斯 因为羊肉不怎么赚钱 估计要破产了 此时 经理正在与偷货车的女孩约会 他想去看看他养个职务 经理说那里是禁区 有件事他想不通 再认识他的那天货车也被偷了 很快艾迪和苏西找到了勒索人弗兰西斯的家 此时他正在清理东西准备跑路 原来他是个落魄的老记者 专门搜集有权有钱人士的黑亮 与此同时 沙拉和杰夫来到拍卖会现场 找到了隔壁农场的罗克斯 另一边 经理将偷车女孩带到了庄园的大麻基地 还告诉他 这里只是12个据点之一 艾迪这边 两人将弗兰西斯带到了迈克斯庄园 接过文件 迈克斯也不看 随手将他扔进了火里 就在弗兰西斯拿上50万英镑准备离开时 却对迈克斯说 就算现在背后有人停留 也不能改变你的本性 文件带里的东西会极大损害你和你的事 艾迪说 不管他父亲生前做了什么 现在都结束了 而弗兰西斯却又说 他勒索的不是他父亲 他勒索的是疯子迈克斯 苏西对迈克斯说 他应该把这件事说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无奈之下 迈克斯将众人带进了一间密室 原来他是希特勒的狂热分子 不仅收藏了他的话 这时弗兰西斯拿出手机偷偷地录视频 却被女管家发现了 随后双方都举起了手枪 最终弗兰西斯被刺伤 苏西叫来手下 说房子里有一具尸体需要处理 当时女管家迅速刺伤了弗兰西斯 艾迪快速折断了迈克斯的手臂 最终又将一颗手榴弹扔了进去 回到家 母亲告诉艾迪 他为庄园的大麻基地找到了新家 罗克斯的8000平米的农场没钱供应 他期望找个长期租赁的人 此时艾迪对母亲很是佩服 过去48小时他为了找地与对方否定 而他却只用了一杯雪莉酒就全部搞定 如今苏西不但得到了稀有的艺术收藏品 还有了两个带建的农场 乐基说艾迪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狠人 今天苏西来监狱看望父亲 走的是工作人员入口 预警热情地告诉他 他父亲此时正在玩鸽子 这里是英国莱西尔监狱 对于大毒枭等同于是一座开放性监狱 他在这里拥有一定特权 比如北欧桑拿 可以游泳的野生池塘和一个高尔夫球场 不仅如此又给他配备了一个顶级厨师 每天过着惬意又精致的生活 父亲对苏西说 应该为艾迪举杯 他让他们获得了两个新的大麻农场 苏西告诉他 艾迪帮他们获取的额外设施后 正准备全身而退 父亲却说 他哪里都不能去 其实他的内心深处不想离开 也对着生意感兴趣 苏西认为这只是父亲的荒唐想象而已 他不得不承认 艾迪确实是个有用的人才 但他觉得他依然会坚持离开 父亲却说 没人能随便脱身 你必须负责把他掌控在手里 如果年底他将大麻搬出农场 他就杀了他 而苏西更想掌控他 在打高尔夫球时 苏西问他是否愿意在组织里担任一个更正式 更长期的职位 而艾迪却间接地拒绝 苏西接着说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他感觉他对这似乎很享受 艾迪却扯开了话题 目前苏西的大麻出口出现了问题 通过泽布铝赫榜 但最近出口过程遇到一些阻碍 比利时联邦警察还查获了他们几批货物 所以现在只能暂停出口 而且还有不少的钱没有拿到手 一个叫迪古特的人在那里负责 不久后苏西安排手下 将其从比利时带到了庄园大麻农场 迪古特说 由于英国脱欧 你们国家制定的制度也多了钱 欧盟不得不不用更多的员工来执行 也意味着他要收买更多的人 所以如果希望你的货物能继续运往欧洲大陆 就必须花更多的钱 苏西问他需要多少 他却说要150万英镑 艾迪单独告诉苏西 迪古特向边防警察告了密 以此来抬高价格 苏西认为如果他提高10%他可以理解 而现在他却翻了背 艾迪想另外找条线路 如果满足了迪古特的要求 他以后只会不停地涨价 随后苏西说他愿意出120万 但迪古特咬死150万亩松口 此时大麻基地却突然停了电 原来农场上面的发电机被人偷走了 艾迪连忙追了上去 最终杰夫将窃贼的车拦截了下来 原来他们是游牧民族吉普赛人 女孩威胁说如果敢杀了他们 他们的家人一定会寻仇的 因为他有几百个兄弟姐妹 他还告诉艾迪 政府将他们的发动机全部收走了 如今没有暖气 小孩只能睡在冰冷的床上 随后艾迪留下了一台 偷走的那台就送给他了 艾迪担心后面是否还会有麻烦 杰夫告诉他 沃德家族在这一带臭名远娘 而且家族动荡了百年 他们必须小心行事 第二天 艾迪和苏西过来拜访沃德家族 他要对方以后远离他的庄园 没想到对方却要加入他们的大麻生意 艾迪与苏西商议后 说可以让他们负责将大麻运往欧洲 最终双方达成协议 不久他们全部来到庄园做客 凯利安喜欢上了夏洛特的马 杰夫允许他骑上跑一圈 因为夏洛特不在 很久没人骑他了 沙拉感觉凯利安骑马的样子特别像女人 原来夏洛特是他们两人的女人 由于沃德和他的家人经常往返欧洲各地 有时经过爱尔兰 还会经常去参加赛马会 这次要去卢尔德参加朝圣 于是将大麻塞进了圣母与玛利亚雕像 就这样他们成功地将大麻运往了欧洲各地 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 双方合作顺利的日子没过多久 麻烦又接踵而来 此时迪古特将大麻农场内线提供的信息 交给了神秘人查看 一夜之间 大麻农场的400万英镑也不翼而飞 基斯谎称他看见沃德之前在附近转影 企图栽赃给他 随后艾迪跑过来质问沃德 对方要他查一下他们内部的人 最终两人闹得不欢而散 艾迪分析 如果将责任推到游牧民族身上 丢失了欧洲线路 受益的是迪古特 如果沃德真的偷了钱 那么早就跑了 所以应该是迪古特策划了这件事 而且他在大麻农场还有内线 接着两人来到了泽布旅鹤岗 在迪古特的食物里下了药 为了得到解药 他不得不写出了大麻农场内线的名字 苏西一直以为基斯是个可以信赖的人 没想到他会做出这种事情 随后艾迪将基斯带到了树林 把他交给沃德处理 与此同时 苏西来到了莱希尔监狱 父亲认为这件事应该不是基斯的主意 因为他没那个脑子 苏西说 先是一车大麻被偷了 然后欧洲路线出现阻碍 接着家里又出现内奸 这背后肯定有大问题 父亲要他接下来静观其变 临死前 基斯说 你们所有人都死定了 只是时间问题 还告诉艾迪 基斯已经被苏西杀了 他躺在了泰晤士和地 此话一出 瞬间让艾迪吃惊不小 随着一声枪响 最终领了盒饭 此时苏西拨通了艾迪的电话 接下来 艾迪不会再相信他了 这紧接上一集 晚上艾迪来到庄园小屋 想把自己的忧心事跟杰夫说说 关于苏西和格拉斯家族 他认为之前杰夫说的对 而现在他也意识到他们不简单 如果他想试图从中脱身 他们肯定会对他痛下杀手 在他准备喝黑刺礼金酒时 杰夫建议他可以先闻一闻 艾迪闻到了心源 杰夫说 做黑刺礼金酒时你得慢慢来 两周后酒会变成浓郁的洋红色 而大部分人酿到这里时就结束了 如果要酿出口味醇厚的酒 你得再等待两年 这种耐心在现如今往往被人忽视 他告诉艾迪 你继续履行自己的承诺 看看他们如何反应 别让对方看出你的想法 与此同时 为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 第二天艾迪邀请苏西来庄园喝咖啡 艾迪说 目前生意盈利在上升 分销工作进展顺利 生产量也在大幅提高 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已经迈过了 容他退出的门槛 苏西却说 之前他们讨论过关于延期的问题 如今钱在不断地进来 你所得到的分成也相应提高 你难道不重新考虑一下吗 但艾迪还是坚持要退出 苏西告诉他 这些钱在被洗干净之前不能作为盈利 他需要再存入1500万英镑 洗好钱大概还需要三个月左右 随后 苏西带着艾迪与洗钱人恰其见面 对方告诉艾迪 如果将1500万洗干净 需要四个月左右的时间 结果 苏西弟弟乐基与他女友打扑克时 被抓得正着 双方发生争执后 乐基一拳将他打休克 洗钱的事也泡汤了 无奈之下 艾迪给罗珊发了条短信 准备请他帮忙 而乐基的经纪人柯林斯却主动找到艾迪 说他可以帮他洗钱 见到罗珊后 艾迪要他帮忙约一下史丹利 早餐时母亲告诉艾迪 说服雷迪现在沉迷大麻的程度有些过风 甚至还跟植物聊天 艾迪答应会跟他好好聊聊 很快柯林斯给艾迪引荐了瑞克 对方是会计师出身 离岸 在岸 封缓 分期偿还 他都玩得特别精通 收取的用金是5% 随后 艾迪将1500万送了过来 苏西责怪他不该随心所虑越过他做决定 做事需要遵循秩序 艾迪坦白地说 他清楚他和他父亲从来没想过放他离开 苏西听完却否认 接着他问苏西 杰斯在哪里 苏西说 杰斯的死是为了保护你和你那个不成器的哥哥 因为总有一天杰斯会成为麻烦 所以他将他处理了 艾迪问他 什么时候放了他和他的家人 苏西说绝对不可能 艾迪告诉他 为了保护他的家人 他会不惜一切 不久艾迪与史丹利见面了 对方答应可以帮他对付苏西和格拉斯家族 但有附加条件 艾迪说愿意不惜一切代价 与此同时 苏西弟弟乐基的比赛也即将开始 不靠谱的弗雷迪跟苏西说 如果艾迪真的出了什么事 所有房产都归他 他会让大麻的新产品成为热门 这时克林斯给史丹利打去电话 只要他一声令下 他会立马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此时出场的是乐基的对手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乐基差点被他扶活打死 苏西问乐基 他对他的对手了解多少 乐基说他看过他的比赛和记录 可以信心十足地击败他 片刻后 苏西被叫到了克林斯办公室 他对苏西说 很可悲 他弟弟将是大局的一枚妻子 接着跟他算了一笔账 1500万只是一个大麻农场一个月的收入 还有14个农场 一年就是25亿英镑 他要接手他的所有声明 苏西警告他 你只是个拳击经纪人 最好不要跃剑 克林斯继续威胁说 现在摆他面前的有两条路 一是把他的所有生意交给他 另外一条最终会导致一场战争 从消灭他弟弟开始 因为眼前的这个拳击手 一直在伴住吃牢 为了利益他可以丑化自己 在他的30场比赛中 他只赢三场 而输掉的27场是他不以为之 此时乐基已经被打得不行了 克林斯接着说 接下来乐基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 没多久 他被打趴下后开始昏迷不醒 苏西此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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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